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票選 讓K-pop粉絲們先入刀割的9個瞬間 我們的曲恨眼睛腫得厲害 說話時情緒激動 希望文彬能在那裡得到安寧 文彬能解散前的最後一場演唱會 成員們一一告別 各自退場讓粉絲們心碎了 真的覺得文彬能的解散演唱會 是最殘酷的演出之一 作為粉絲來說真的很傷心 感覺心都碎了 IJ1解散前的最後一場演唱會 成員們的眼淚讓粉絲們心痛 IJ1之所以感到悲傷 不僅僅是因為成員之間分離的悲傷 更重要的是 他們可能覺得 今天也許是他們的最後一個舞台 這個事實所帶來的悲傷情緒 IJ1之所以感到悲傷 不僅僅是因為成員之間分離的悲傷 在演唱會現場發現到父母親 並在鞠躬時流淚的Suga Suga原本是一個從不流淚的成員 但那天剛好是父母接 也是他們第一次在體操經濟場舉辦的演唱會 當他在父母前鞠躬的時候 Suga出道後首次在粉絲們面前流淚了 像不太熟悉夏依妮的孩子 解釋為何沒有重生的美濃 孩子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只是天真的問 聽到身體有些不舒服 就真的理解成事 因為身體有點不好 所以暫停了活動 米諾在壓抑著思念來講述 真的讓人忍不住流淚 在日本演唱會上 追到琼琼的夏依妮成員們 看到米諾注視著琼琼的位置 真的很心痛 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長久活動 在演唱會 看著父母親的照片流淚的我怒 我怒在看到父親寫的信後 馬上就低下頭哭了 看到他們哭得那麼傷心 真的很難過 但公司為了利用我怒的悲傷 而籌劃演唱會的部分 真的令人討厭 我女兒的父母 我女兒在家裡 我女兒在9月3日 我女兒在菱形時 我聽說了 我聽說了 我女兒在14年代 我女兒在父母 我女兒在父母 我女兒在第一次演唱會 我女兒在第一次演唱會 我女兒在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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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唱會途中 得知奶奶過世的V 依靠在隊友身上時 也讓我想起了已故的奶奶 不僅流淚 不亦是在奶奶的手中長大的 對她來說 奶奶就像父母一樣 她的悲傷 一定難以言喻 在追到喬丫尼窮圈的舞台上 更念得已哈利 即使因為悲傷唱不出來 但為了窮圈拼命 堅持唱下去的樣子 真的很了不起 忍住眼淚 情感卻被暫 最後勉強唱出的 Kwitcana的部分 真的觸動人心 现在成为盲内的我们二哥 你在那里过得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